你服务员回来都几个月了 一天到晚都在练这些东西 还忘不掉吗 练这些有啥用 能不能出门去找找工作呀 不比待在家里面长 跟你说话呢 赶快找工作去吧 媒体报道 网友热议 美国搜网您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计晓天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问观众朋友们先点个赞 让这些小外的声音传播的更远 谢谢大家 全民记者 手机记录中国 让我们从墙内网民拍摄的 设媒视频 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洞庭湖决堤四天后 堤内的水位与堤外持平 没有了湍急的水流 在拥有重型机械的今天 堵上200多米的缺口 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 按照中共 丧事当成喜事般的传统 果然 这件事被整成了 一场狂欢的party 背后一刹的实料 正在向绝口进发 共同步大厅 在此刻正式完成了封堵 推着网友愤怒的评论 那些快艇游来游去 毫无作用 就是开来作秀的 把一场惨剧 变成政治胜利的 无耻作秀 另一位网友说 传统 打棋的 比干活的还多 有网友发现 中共这种在风大堤时 挥舞国旗的行为 是一个惯例操作 2027年7月份 颇洋湖决堤的时候 中共做出了 同样的摆拍 这位网友拍摄到 更多的摆拍现象 这些所谓的救灾团队 服装穿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地 挥舞着档旗 队伍前面还有 跑前跑后的 专业摄影师 网友讽刺的评论 大人 时代变了 这招不好使了 航拍加地面摄影 奥莱坞大片式的 宏大场面拍完了 让我们看看 受灾民众 自拍的生活状态 和党媒采访 拍摄的灾民生活 有着怎样的落差 我们先来看看 党媒拍摄的 囤西村灾民的 采访视频 很感动你们 刚来的时候 就开始问我们 有没有吃饭呀 什么的 就感觉 这蛮好的嘛 晚上有蚊子来咬的时候 都会给我们来 提供蚊香啊 什么的 男士都跟我们搞时间 把我们安排下来 安排下来后 就五次 东西跟我们都准备好的 出漫模仪了 昨天已经发放了棉被凉席 洗漱用品 包括蚊香 包括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衣物 都已经按时的发放到了他们的手中 后续还会有物资到达 我们志愿者都第一时间 配送到各个楼层 保证每一个都领取到所有的物资 可以看到就是 现在基本上空调都是全天开放的 确实保障我们居住的一个舒适固 下面我们看看团州乡灾民 自己拍摄的 关于避难场所的视频 一位灾民评论 团州乡的灾民安置 作孽巴萨 天热 文字多 网友感叹道 现在基层躺平了 中共的基层统治正在失效 基层的活很多人干不了或者少干 现在到处爆雷 中共已经雇得了东 雇不了西了 只有习近平一个人觉得 他伟大 光荣 正确 上期节目 我们报道了中国小型银行 正在大面积消失的现象 一周之内有40家银行机构消失 也提醒大家要小心存款安全 昨天有这样的一段视频流出 这位女士试图从自己的账户里取钱 被银行告知没有现金了 以及一次只能取出5000块钱 他瞬间崩溃 我进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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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时间后来办了 我说我要花20万钱 我都不能走 我说他把钱都取得了 就是没钱 那我就咋到没钱 我能闹 那还能这样的 就是谁来拉你 你赶上去房子的店银 就怪我 我说我要得钱 不能走 我说他要取钱 就跟我说不能提 这是谁的卡 这是我的卡 这是我的钱 我都在买钱 我都在买钱都怎么着 我都在买钱 网友评论 大撒币都撒没了 银行从哪给你掉钱 下面这条视频是另外一个普通人崩溃的瞬间 李老师发对说 7月8日内蒙古 一位男子发视频称 他们在公安局门外讨薪 结果被喷了辣椒水 男子表示不敢再相信这些人了 他说我们只是要个工资 被人当狗打 这是卡拉图镇政府公安局门口 我们被公安局的这些人员 全部喷辣椒水一片狼藉 我们不敢再相信这些人了 有没有人出面 给我们处理一下 有没有相关部门介入处理一下 我们只是要个工资 被人当狗打 不当人看的 你看 相关的部门 有没有人出面 看一下 有网友补充说 相关的部门看见之后 帮他们把视频下架了 古话说 老无老即人之老 下面 我们从三位老年人的视频 来观察一下中国的社会现状 第一位河南的老人 在大热天 跪在新菜县政府门外 而政府则关闭了电动门 第二位老人 在街上卖一点小东西谋生 结果被城管夺走了货品 他在无奈中 只能抱着城管不放 有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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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救我不了 给他吧 给他吧 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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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不就完了吗 给他吧 就是了 你当人是 你给他 他给他 不就完了吗 你给他 他走不就完了 不卖了 不卖了 走不就完了吗 他这买个瓦子 小大小闹 他都这么卖了 你那啥啥啥 那 一会儿老花糖的 这要命的 给他不就完了吗 这都是瓦子 你怎么卖 你都知道了 天哪 你说 一会儿老花糖的 能这么要命 能给你怨气 不是 第三位广东老人的摩托车 被交警没收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摩托车 这位大爷拿起砖头冲向交警 交警见状后 落荒而逃 网友评论 人民站起来 这些狗 全部得跪下 另一位网友说 面对这样的老人家 也能下手 畜生都不会这样 最后这位网友说 古代 好歹 还有个明远古 现在老爷们 可清静得很 我们现在商务就是天天啊 就是今年啊 不知道明年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开下去 是吧 你希望我们 要我们的捐款 给你们逢十字费 是吧 那你说 谁给我们 能支持一点 给我们 你不愿意捐 算了 我们也不想 就是自愿的 老板 你看你有这个想法 什么就 宪法 当年 不论是酒吧抗洪 还是08年四川大地震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成了中国民间 发起捐助活动的口号 港澳台的明星艺人 也是以血浓于水的名义 举办演唱会 筹募善款支援灾区 然而 进入习近平的新时代 人们的热血没了 爱心冷了 这次南方洪灾 民众不仅不踊跃捐款 还发起抵制捐款企业的活动 这十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 中国数字时代 留存的一篇 在墙内 已经被404了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 没有监督 就没有捐款 文章的作者 网名是 建设性意见 文章作者说 洪水来了 是堵住大堤绝口更重要 还是堵住公务员的嘴 更重要 正在经历洞庭湖大堤绝口的 湖南华融县 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华融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发布了一份文件称 鉴于当前 我县团周院出现 溃口险情 为进一步做好险情 抢护工作 和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经县部研究决定 全县公职人员 一律取消休假 不能擅自接受 新闻媒体采访 任何个人 不要对外发布信息 具体信息 以官方通稿为准 我们按正常人的逻辑来思考 一个财力薄弱 救援力量有限的县 骤然遭遇洪灾侵袭 第一反应 肯定是向上级政府求助 向社会求助 只有更多的人 关注华融县的灾情 才会有上级更高的重视 才有更多的救援力量 干来支援 才有更多的社会物资 和善款捐过来 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危险 该高声呼救 这是三岁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洞庭湖决堤了 权限五十多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危在单膝 你不赶紧组织一切力量去发声呼救 反而第一时间捂住大家的嘴 说得轻一点 是被维稳思维冲昏了头 说得重一点 是完全没把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 文章作者接着说 我知道有人会说 抗洪救灾期间社会秩序稳定极端重要 对信息发布渠道进行管控是合理的 无客气地说 这完全就是混账思维 首先 当前公安和网信部门对网络信息的管理能力 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鼓励市民发生传播灾情和打击谣言维护秩序 根本就不冲突 一道切禁止发布信息是典型的懒证 更是严重不利于抗洪救灾的恶证 然后 某些脱离群众已久的领导 不信任老百姓也就罢了 体制内公职人员总该是你们的自己人 总归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吧 需要网评员的时候 就给全线公职人员压任务 下指标 碰到真正需要发声 向全社会呼救的时候 就让全线公职人员闭嘴 就铁了心 一件人事都不干了是吧 就这样还好意思舔着脸 呼吁社会捐赠 对不起 这个我实在是共情不了 文章作者说 前阵子梅州水灾 我刚捐了五百 并且呼吁读者一起捐了至少好几万 但华融县的募捐 我真的捐不了 第一 缺少来自民间真实的信息 我并不了解 华融县的洪灾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不清楚 华融县的灾情是不是真的紧急 不确定华融县的群众是不是需要帮助 毕竟 发布灾情信息通稿的是领导 发布募捐信息的也是领导 领导的话 我不敢质疑 但我觉得领导的收入 应该是不需要我捐助的 等民间灾情信息和求助信息发出来了 我再关注 第二 从头到尾只允许通稿存在的救灾 我也很难确定 捐赠的善款和物资会被用到实处 众所周知 人性经不起考验 捐赠必须经得起监督 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环境 肯定是不存在监督这回事的 文章作者最后强调 没有监督就没有捐款 这是我个人的原则 刚看到一条新闻 说南方的几个省份接连发生水灾 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企业捐款了 而且演艺界也没有动静了 有媒体做了比较 有一个公益救援组织 在去年的时候接受互联网捐款是700万 而今年只有筹到了30万 去年的金金记水灾 企业捐款的额度超过10个亿 但今年广东梅州公布的捐款数额 仅仅是2300万 公益机构普遍对 今年的公共筹款情况不太乐观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我个人的理解 一是当下的企业它不容易 有多少都在倒闭的边缘上 第二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新凉了 想想上海疫情时期的事 想想66个县挪用20个亿 国家给农村孩子参谱的事 就在前几天还爆出了 有地方因为去年水灾 接受捐助的面粉 没有发给赛民 一直放在村委会 到现在都发霉了 洪水那么大 捐100能冲跑99 而且还能冲到人家金饭碗里去了 你还捐它干嘛呀 中国数字时代保留的另一篇文章 作者的网名叫黑柳丁 他分析了人们因为在捐款上被骗 而失去了对国内捐款的信任 文章的题目是 人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来了 文章说 南方水灾还在继续 江西九江防汛形势严峻 当地号召在外乡亲回乡支援 湖南平江同样受灾严重 当地呼吁大家捐款捐物 并晒出捐款账号 多家官媒纷纷转发 然而奇怪的是 在看到这些新闻后 人们不再感动得稀里糊涂 毫不犹豫地就打开口袋 捐款捐物 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 网友的评论包括 请告诉我郭美美账户号码 可以吗 捐了不给用途说明 能报警诈骗吗 这么多评论 竟然没有众志成城 万众一心等词语 还不值得反思 几乎所有相关新闻的评论区 画风都是这样出其一致 就连官媒的评论区 同样是这般画风 在澎湃新闻的评论区 点赞最多的评论是 捐款账目可否公开透明 而在奇鲁一点的评论区 则更加难看 奇鲁一点报道说 今年企业救灾捐款数额明显下降 演艺界救灾行动相对沉寂 有救援项目的互联网筹款额 从去年的最终筹款700万元 变为目前刚过30万元 短短十几秒的新闻 结果引来了15000条评论 并且这些评论 清一色都是质疑的声音 包括先来说一下 66个县挪用孩子饭钱的事吧 是什么让善良的人们喊了心 以后请先公布城管 农管 运管 这几个单位的捐款情况 媒体的报道确实没说错 去年卓州水灾 明星的救灾行动 确实比往年沉寂了许多 王宝强更是直接把救援物资 亲自送到灾民手上 而今年就几乎再也没有听说过 明星救灾的相关消息了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世道变了 人心变得凉薄了 还是这届老百姓不听话了 文章作者说 其实都不是 国人向来都是温良友善的 同样也乐善好施 面对各种灾难 从来没有过如此 漠视不管的道理 而眼下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信任没了 尤其是对某些平台 某些人丧失了基本信任 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是从郭美美事件开始 也许是从几年前的武汉 上海封城开始 也许是他们一点点败美的 去年有个网友说的话 让我至今记忆忧心 网友说 我觉得受灾的时候 应该是红十字 会打开舱门救灾的时候 而不是打开账户 人们的嘲讽 真不是因为大家没有善心 而是因为 大家在这方面吃过太多亏 这些年 他们被诟病的地方太多了 比如善款去向不明 至今与物品无法追溯去向等等 文章作者说 人人都很关注这些问题 我们都想知道 这个钱到底用在谁身上 是否进了其他人的口袋 捐赠了物资 有没有被半路截胡等等 我们辛辛苦苦上班 一个月几千块工资 你让我们捐款 我们都想知道 善款花在哪些地方 如果花在灾区 我们觉得你在办实事 加一次我们说不定会继续捐款 可如果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 你让我们怎么想 我们怎么能不寒心 当前慈善事业的主要矛盾 就是群众日渐雪亮的眼睛 和漏洞百出的爱心绑架能力 不匹配 去年卓州水灾 一位卓州网友留言说 就今天河南发生的事 不建议大家捐款 除非财政公开 交代清楚每一笔钱的去向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位河南网友站出来 说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 当初郑州720捐的钱 或是一分钱都没收 我看到楼下 光是民众捐的瓶装水 就摆了有20米长 最后全进了超市 2021年夏天 河南遭遇特大暴雨 风水过后 河南得到了近百亿元的灾后 重建资金 然而 两年之后的2023年8月 这笔灾后重建资金 却被爆出了大问题 媒体更是忍不住地怒问 谁动了老百姓的救命钱 河南省审计厅披露了相关细节 73个县 242个项目建成后 存在工程质量不达标等问题 涉及计划投资额33.46亿元 三个县 三个非受灾项目 违规获得重建资金3.75亿元 四个市线多报15个项目投资 完成额4.32亿元 动不动就是以亿为计量单位 简直触目惊心 那可是上百亿的资金 可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可是无数人重建家园 与恢复生活的希望 还是出了问题 和汹涌而来的洪水相比 更凉的是人心 与此同时 澎湃新闻报道 武汉某救援队 在负灾区抗洪救援后 准备回武汉 却在高速收费站 被要求交纳高速费 哪怕救援队员出具了 当地防汛抗汉指挥部 盖章的联系函 工作人员依然表示不能免费 最终 跑去抗洪的救援队 被迫交纳了高速费 有网友评论说 严厉打击非法救援 和非法捐款的不良行为 没毛病啊 按照某法官的答复 不是你放的水 你为什么要去管 所以现在 已经不是愿不愿意捐 想不想捐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捐 敢不敢捐的问题 说白了 人心一旦凉了 想再暖回来就难了 现在我们进入外媒 看中国的环节 去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与习近平在花园中散步 跟随法国总统访华之旅的政客杂志欧洲版记者 Gemiel Anderlini 昨天撰文披露了 马克龙与习近平的一个奇葩的互动 引用这位记者的话 马克龙让习近平看起来像吃了有毒的青蛙一样 政客杂志记者在报道中说 去年访华时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 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 马克龙严肃地走上台 几乎是皱着眉头 独裁者习近平只讲了八分钟 念了一段事先准备好的稿子 呼言了事 然后就轮到马克龙 他没有稿子 并直接向习近平发表演讲 他的演讲风格极具表演性 近乎说教 显然是针对摄像机和所有观看的法国人 随着演讲的继续 习近平的随行部长们越来越不自在 马克龙对习近平的说教先持续了十分钟 然后又超过了十五分钟 他还在讲 在中国体制内被视为当代皇帝的习近平 猛地眨了眨眼睛 表情看起来就像吞下了一只特别恶心的 有毒的青蛙一样 马克龙演讲到大约二十一分钟的时候 习近平实在压抑不住 发出了一声清晰可见的叹气 强烈的不耐烦从他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中散发出来 但是马克龙似乎浑然不觉 他的讲话比习近平的讲话长三倍 在中国的制度下 这是不可饶恕的违反礼仪的行为 最后习近平手下的部长们如坐针毡 努力隐瞒他们焦躁的情绪 无法抑制地相互交头接耳 马克龙的一位亲信说 在马克龙确信已经说服了他的谈话对象之前 他是不会让你离开会场的 问题是他的坚持很容易适得其反 在中国执行中 马克龙的顾问告诉他 要以尊重和谦逊的态度与习近平交谈 但这对任何一位法国总统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 政客杂志记者继续写道 但是一位参与此行的高级官员告诉我 马克龙说了尊重的话 但是习近平可没有感受到尊重 国家领导人的国事访问 外界永远只能从新闻报道中看到 庄严的礼仪和公筹交错的国宴 至于背后有哪些密文异事 公众很少知情 尤其像习近平只有外访时 中共不能控制所有外媒 才会有一些真实细节流出 像这位记者在习近平被马克龙训话 二十多分钟后 吃了鞭也只能哀声叹气 被记者描述为像吃了有毒的青蛙 记者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请把你的看法写在评论区里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UNICU才的评论 L评论习近平在洞庭湖决堤的时候 在塔吉克斯坦为中国捐赠的大楼街牌说 奴隶淹死 朕不管 朕还要去大撒币呢 朕感觉很好 Jeff Dervonsky说 救助灾民与否和援助非洲 没一毛关系 政府就是有钱也不会拿来救灾的 因为灾民对于政府来说 根本无关紧要 会影响下届政府的选票吗 会影响现任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吗 会影响拥护中共吗 会影响对习核心的忠诚吗 Leisure for Madrigal感叹道 国库空虚 天灾四起 人人都是张献忠 今天的美国热搜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